這次的三合一選舉表現亮眼的這個苗栗縣長劉振宏 他是以63%的得票率這高票來連任 不過呢他沒有大肆慶功 反而是連連的放話 然後炮轟中央的官員 說呢這些人是頭殼壞掉了 沒有幫忙補選也就罷了 而且還推卸責任 他是替馬總統擔心 而且替馬總統抱不平 連任成功的第一個上班日 苗栗縣長劉振宏依舊沒有當選的喜悅 繼續炮轟中央官員 經濟普通常講說浮顯不是他們的專業 那2012年馬總統 萬一有2012年馬總統都是有狀況的話 他們有部長可以做嗎 蔡英文還會 不是做民進黨的還會部長給他們做嗎 他們不要坐在那邊的 坐分的頭啦 劉振宏穩坐縣長的寶座 槓上中央官員 雙方隔空交火 他跟炮轟中央官員 簡直是頭殼壞掉了 面對2012倒數計時 他更是替馬總統擔心了起來 他個派的 是一個團隊 政務官講 政務官是一個 我想你是一個部會所長是政務官 政務官是可以下來浮顯的 你下班的時候請假 或是你用請假就可以 你事務官當然我們不能明講行政中央 那政務官你必須就是一個浮顯團隊 三合一選舉結束了 國民黨開票不如理想 但是劉振宏得票率63% 是僅次於雲林縣蘇智芬65% 位居第二名 可以說是國民黨內少見 得票率沒有減少 反而是成長的候選人 但是他連任成功 並沒有大肆的慶功 反倒是連連炮轟中央官員 成了繼台中市長胡志強之後 國民黨內的第二只烏鴉 中日新聞 江建忠 苗栗報導